居住在各国的东都决散维吾尔人组织宣布 统一围绕并支持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开展各项工作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罗坤·艾莎对此决议表示了忠心的欢迎 同时回过了司马懿团结倡议精神 在土耳其建立的维吾尔各组织发表声明称 东都决散领土诉讼中的各类民间组织向侵略者发出团结和民主信号 中共政府在侵占东都决散以后发动了维吾尔种族灭绝 文化破坏 残酷破坏该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民 接近数百万维吾尔人 践踏自由 杀害人类的反人类中国政府 对正在美国发生的反种族抗议活动作出了反应 称华盛顿必须保护手术族裔的合法权利 中国维交部发言人周立坚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美国政府 消除种族歧视并保护手术民族的合法权益 强调 黑人的生命同样需要得到保护 美国需要紧急解决这类问题 中国政府批评美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 声称美国最近对推出国际组织沉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成名于分裂和取消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宣布 美国将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并指责该组织未能进行必要的改革 并成为了中国的傀儡 意大利一声称武汉病毒正在变弱 杀伤力大大降低 但这不代表人类更安全了 巴伦地北部地区 米兰圣拉佩尔医院负责人阿尔贝托桑格里洛在接受意大利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与一两个月前相比 过去十天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 病毒载量在数量上是微乎其微的 特朗普总统周一宣布 他是法律与秩序总统 警告说如果各州州长不动用国民警卫队平息暴力 他将动员呈现上万的军人维持和平 平息各城市发生的暴力事件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美国院说 求智弗洛伊德被残害致死 令所有美国人愤怒 他的行政当局全面致力于为求智和他的家人寻求正义 他不会白白死去 并强调不能允许正义的呼声与和平抗议者被愤怒的报名所淹没 美国需要的是创造而不是破坏 合作而不是迷失 安全而不是无政府 治愈而不是仇恨 正义而不是混乱